这后脑勺怎么长得这么熟悉啊 植墨 给我披上披风 植墨 此人是定王殿下 植墨 把披风拿来 跑吧 不行不行 他要是转头看怎么办 不管了 毒医吧 来 王爷 是我 牧卓华 怎么又是你 王爷 来 王爷 下官只是好奇 看隔壁没人想过来看看 没想到 居然是王爷的宅子 下官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怎么办 王爷要干什么呀 我哪知道他凑巧就在这里呢 我还没想好如何选择 怎么又紫头龙王了呀 随本王来 杏叔 知道 外祖的宅子就是这儿 照你的意思是 你就住在这隔壁 下官也觉得 这 这件事 巧得很 是巧得很 你一个 汉林院的边秀 汉林院离朱雀街还远得很 你为何选择住在这儿啊 哦 王爷 那是因为 朱雀街的房租便宜 王爷 像您这样尊贵之人 哪里会知道 我们这样漂泊之人的不义呢 福云寺那天 本王刚给了你五百两 啊 这么快就用完了 完了完了 看来庄穷过不去了 只能另想办法 王爷 下官 下官是因为 爱慕王爷 偏偏王爷又不理人 这才偷偷跟了来 就是为了能 一解相思之情 住在隔壁 也是为了能进水楼台先得月 想着可以时时 见上王爷一面 你在说什么胡话 王爷 这根屁宠 小姐 着实难拆 昨日刚见了 柔家公主的事 没想到今天她又来了 这下不好办 小姐 别等路 丁王殿下 没想到今日 在这儿还会碰到丁王殿下 走走走走 把你的小聪明 用在正途上吧 你 丁王殿下 丁王殿下 今日这文征楼出的题目 如此大胆 小人之前 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 此时此刻突然 魔色顿开了 来了文征楼 却不上台宣讲 这有点不符合你 追名逐利的个性吗 神仙打架 殃及驰 小人只想升官发财 可不想收牵连 再说了 如今京城 有了沈金红这号人物 其他人想要扬名 那可就难了 就怕是扬名不成 反而成了 滚武双全之辈 你追上来 就想跟本王说这些 小人 是丁王殿下的人吗 行了 你不要亲口辞皇了 沐浊华 你口中可有半句实话 小人 误会 误会 帝王殿下 好 沐浊 你跟我说说 这皇叔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那个人 也是支箭长来的 钓鱼 区区杂鱼 皇叔竟然牺牲至此 还当真是委屈求求 若不是本王 打听到此人的笑 怎么会知 你如此攀附本王 只是为了一己私利 我劝你 收起自己的小心思 本王不会要无意志 为一己私利 就一定有错吗 女子 就一定要成婚嫁人 就不能实现心中报复吗 丁王殿下 您奏请重开女子恩客 可是您知道 您面前这位女举人 光是走到这文征楼前 就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是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气气 但是小人 为了生存之路 隐隐狗狗 就一定有错吗 您问中心 您看 这便是小人的答案 你不冒进吗 好 直进 在 送他二人回去 是 快走 走 周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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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人都 周管事 这帝王殿下 是何意啊 这七小姐 果然是个妙人 快跟上找到她的住处 走 啊 谢谢大家